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王子敏医师 那今天这一集很特别是呢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无林诊所的毕业生 徐小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她整个从4加2啊2月呢到4月 短短两个月就毕业的这个心路历程 欸她很厉害喔 她来我这边的时候提值率是30% 结果两个月提值就变了22% 那我想要问一下说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那个慧珍注意到我们4加2啊1师法呢 在王医师的脸书上 就很多人在按赞跟分享 然后最主要是我的家人 去接了王医师的这个连结 然后她也开始执行了 自己买王医师的书 执行了 有研究过了这样子 对然后她们已经年轻人都在执行了 然后就把这些讯息分享到我们的家族群属里面来 应该是这样 然后我们觉得说 哇这套饮食也太 太惊讶了 让我们觉得说欸我觉得很简单啊 然后有可以follow一个 说服力这么强的医师的饮食 我们赶快祷告可以挂上王医师的门诊号 所以开始买你的影音的课程的时候 其实我是重复听 重复听 重复听 然后后来我生日的时候我祷告 希望可以挂号到王医师的出场 你把生日愿望 宝贵生日愿望用在我身上 对 真的太感谢了 然后我希望 我跟着王医师来执行 我这样子的隐私 我希望改变我的肠道菌相 改变我本来就有的那个 改变我本来就不好睡觉的那个各种问题 我希望肠道菌相的健康 一定可以解决掉我这些有没有的问题 原来是这个样子 真的很多人是自己希望家人健康 就把一些看到的资讯 就四加二啊资讯分享在群组里面 那也因为这样子就带来更多的人 去了解这样的饮食法 没错没错 那你原本在以前的这个饮食控制或运动上面 你是都做什么样的方式 为什么会想要来尝试这个四加二啊呢 以前的饮食控制是很多 比如说运动 像我有参加跑团 我也做肌耐力训练 然后还有做重量训练 平常我自己会去骑脚踏车 也是给自己健身运动 哇那你的运动量其实蛮大的 这个重训是一个礼拜大概几堂课 一堂 一个礼拜一堂 然后搭配你说那个有氧运动是 频率一个礼拜三次 OK那这样算是非常活药有在运动的人 我礼拜六是去骑脚踏车 然后驰一个十几到二十公里 这样子 那这样子运动量这么大的情况下 体脂率是觉得好像没有办法靠这个运动降下来 还是说你也有曾经试过其他的方式这样子 我尝试过168的断食 168断食我尝试过两年半 刚开始有看到成效 好久欸 我觉得那个耐力的问题 而且没有人去督促你 然后你就会放纵了 然后就回到原来的体重这样子 所以是有试过168但就发现就是时间一拉长很容易又回来 那其他的饮食方式呢 我曾经尝试过几次两天的断食 喔还有两天的断食 那这是你第一次来看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减肥诊所吗 我第一次就是我下决心 我觉得这个年纪一定要给自己一个不同的思维的想象 最主要是王医师的吸引力很强 因为你太漂亮 谢谢 所以我觉得说我要follow有说服力的医生 所以我就决定加入4加2 所以您过去多年来的体脂率大概都是在多少 我没有尝试过 可是我来王医师这边两次我自己下来就说 哇好可怕我连那个体脂肪都高欸 我连那个糖分都有一点点高欸 我自己那时候也吓一跳 哇我觉得自认我自己很健康 因为我吃原型时我自认我很健康 可是我竟然看到我的数字是红色的时候 我自己吓一跳 欸真的很多人都自认自己很健康 因为觉得我都有在运动 我也都吃原型食物 然后我也有遵循某一些像什么168 大家讲的健康饮食的那种菜单 但是却发现来我这边出诊 真的很多体脂率内脏脂肪或抽血报告 其实是红字的人欸 我就是 所以就等于说是你这样来的时候 有没有说在进行这个饮食有出现一些阻力这样 在参加4加2个R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决心 因为王医师的诊所 还有包括我所有看到的媒体 不管脸书或是YouTube上大家去分享 觉得这套饮食是非常好的东西 那我相信王医师一定是可以把我塑造成我想要的 最佳是我想要改变掉我的红色的数字 所以我决定要来follow这一套的东西 所以我就跟着你来执行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检查出来是很好的数字 太好了太好了 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学员 其实他在进行这个饮食的时候 开始有时候可能会一些家人的声音啊或反对 不过蛮幸运的是至少家人这个地方 一开始是支持你做这件事情的 欸没有 真的 我的整边人是这样写眼看我的 那这样用不辛苦吗 所以整边人其实是你的主力之一就对了 我完全是忽略掉 忽略掉他 我忽略掉 我可以跟王医师分享吗 是可以请 我身边很多的执行这样子的东西 我从开始踏入这边来的时候 因为我的朋友很多 我的社群很多 踏入来的时候 我的那个周遭的那个反对声浪 没有一个是赞同的 他们觉得人生很可怜 不需要这么辛苦 这个也不吃那个吃 也没有多少年可以过 反正我的赛道 我跑步的赛道上 我的两边全部都是虚声 没有一个是掌声的 连我的旁边的教练啊 什么人啊 我的家长会的好朋友 说 不用那么可怜啊 人生那么可怜 聚餐就是要好好吃 来来来来 你看有没有 那个烤鸭很好吃啊 好坏喔 你吃看看嘛 我说没关系 我喝我的蛋白奶就好了 我觉得这样已经很丰富的东西 那你真的是 我觉得那个抗压力很大欸 很多人就遇到像这样周边的声音啊 就会觉得说压力好大 就执行力会下降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你很厉害的点是 好像你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阻力的这样一路就冲到毕业 因为两个月冲毕业 这个要非常强大的意志力 那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美丽丝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你 我来第一天我就跟你讲说 我很喜欢你 好这是动机之一 对 就来我就觉得说我follow你 我竟然挂了你的门枕 我就是要执行到底 因为我觉得以我来当范本好了 不管我的朋友我的家人 让你们看到我这样的范本 即使你们觉得说 王医师那个不好啦 啊那个吃完过了以后 你还是会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相信我看到的 我所见的王医师是这样子在执行的 我只相信这个唯一的宗旨而已 是所以那你在这个执行过程中 就是也会去到一些聚餐嘛 那聚餐怎么办 你也是带自己的东西去吃吧 我带便当 带那个自己的豆腐餐过去 对对对 我说你们慢慢吃 然后他们就故意把 比如说很好吃的北平烤鱼 他说很好吃很香 你要不要跟他说没关系 我也闻到了 我有试吃 有闻到了 后来他们就说 慧珍还有你最爱吃的什么东西 我说没关系 执行第一个礼拜到第二个礼拜 到第三个礼拜 我们的聚餐不下超过十次 我都是带便当 很多 对我的社群的团体很多 真的 然后就我都带便当去吃 然后他们就说 你真的很辛苦 我说我不会 我很享受当下 如果你发现你的体脂肪 是对半坎的时候 嗯 这个是千斤难买的 嗯 而且我的红色的数字都不见耶 包括我的体脂都不见耶 然后我的血糖本颜有点高 就是变到超级正常的数字 我说这个是千斤难买的 我说你们还有什么东西 要质疑的吗 真的 然后他们就说 那这样你花多少钱 我说钱没有很大 我说最主要是健康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真的真的 对 我说就是follow 一个正规的医生的那个 诊疗的方式 你跟着做 这样就对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的那个聚餐 现在真的不下数十次 可是我们都学院啊 他们就也会遇到很多聚餐嘛 就像母亲节 但他们就会觉得说 啊我聚餐我可能都已经花钱了 烤它到我面前了 就觉得好像不吃很可惜 那你要给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的心性很定 嗯 我还是说 谢谢你们 我就是吃我的7-11的茶叶蛋 然后吃我的豆腐餐 对我来讲这个就是一个A餐的美味 我非常享受 即使朋友很多 一直说你试试看 他们即使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面 我还是给它放着 最后我就放在旁边的 那边说这个你们吃 嗯 就是不管这一餐饭 每一个人要承担 比如一千块 或一千五的费用 我还是照配 我还是照付 是 可是我还是吃回我的豆腐餐 吃回我的那个 我的柴叶蛋 嗯 他们觉得说我的意志力很下 怎么办做到这样子 对啊 他们觉得你很可怕欸 嗯 我说不是 我后面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王医师 哦 那是我在后面 对 其实我觉得厚 医生的角色某方面啊 真的是我们给学院一个信念说 你看我现在可以这样子很开心的去吃 然后我也曾经是一个容易胖或负胖的人 但我怎么样有现在像这样子 就是自由饮食的状况 所以我也曾经付出一段时间努力 但是老实讲真的要在当下可以抗拒 然后又要回到这个信念 就是我才觉得你很厉害 你会有没有改变的可能 嗯 最主要是你的念头 嗯 你转念了你就会照着做 嗯 可是如果你不转念 你一样在原地踏步的时候 你还不是一样子 就是飞这么一圈 对就也没有 你没有任何的改变啦 你还照过去的生活习惯 那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对 所以那种想要改变的那个决心 真的是很重要 念头很重要 对 诶我很好奇 那慧珍你是什么样的工作或职业 是那个职业造就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吗 我是一个日本的进出口公司的贸易公司的老板 所以我自己很有强大的那个信念在 真的 所以成功人士就是大部分他们的人格特质 就是会有很强大的信念 做的事情有时候就是一鼓作气这样子 一个毅力下去 那这样子你觉得吃这里吃的过程中 对你的工作来讲有没有什么改变 或是对你的这个日常生活像精神方面啊 或者工作效率啊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那没有力气吗 或没有精神之类的 我刚开始执行的第一个R的时候 确实刚开始是觉得很新奇 觉得哇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桌上很多违禁品我也没有砍掉 因为有家人在 我就没有砍掉违禁品 那这当中我开始我也问家人 问先生问儿子你们要吃什么 我有煎鸡排煎牛排 然后还要煮东西给他们吃 然后好香喔 他说你要不要吃一小块就好了 一小块那个医生也不知道 我说我已经试吃完了 吃完以后我就喝我的蛋白粉 然后再来就是 第二个R的时候我才感觉 王医师为什么一直在讲到 肠道菌香的一个代谢饮食法 我发现我的思绪非常的清楚 就好像在高速公共这样开车一次 可以四五线道这样同时进行 可以同时回答我公司的同仁 问我的任何问题 我同时手上还可以回Email 跟回Nine的讯息 我才知道吓死了 原来你改变你的肠道菌香 连你的思绪都会非常的清楚 最主要是我以前有不太好睡觉的习惯 我跟你讲一觉到天亮 哇好棒喔 一觉到天亮 然后还有一个不容易发脾气 真的很多妈妈都有跟我反应 说王医师很奇怪 我发现我吃R2之后啊 我对小朋友就是心情就会很平静 比较不会发怒 以前都会看到小朋友如果不乖或什么 就会很没有耐心就会骂人 但现在我好像对小朋友的耐心变得很好 很多妈妈都有跟我反应耶 那个你的脾气会变好 而且还走路 你觉得好像轻盈起来 然后动不动你就会觉得唱起歌 哪里想跳舞一下 然后觉得说哇 人生怎么突然间好美妙 那真的就是一个身体很轻松的感觉耶 会 我执行这一道饮食不到10天的时候 我发现我本来虎辈熊腰的背部的这一块肥油 这一块肥油竟然不见 我有一次上鹅欢山 我照背部的背我会吓死 哇好可怕我后面那一块肥油 我肥油什么不见了 是 然后所有人看到那一张照片都告诉我说 那简直就是阿妹啊就是美少女 你要透露一下你现在的年龄 这是秘密吗 一定是秘密的 最五五万六 OKOK 真的完全看不出来老实讲 所以我才说这个是很可怕 就是思绪上 然后你的情绪上 你很多事情你不容易动怒还没关系 然后你还会跟人家讲说 啊没关系啦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或许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会劝别人 就是你以前的那个 会想把他抱筋出来的那个动作 不会有了 就你情绪会平稳 然后你的个性会平稳 即使别人取笑你 啊那个王医师怎样是等 你都会觉得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做给你们看 真的 其实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长脑轴的影响 就像为什么说很多小朋友 只要吃糖会过动会躁动 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吃了高脂肪的东西 也情绪比较暴躁 其实是因为高脂肪跟糖分 他其实很容易让我们的血糖更加不稳定 所以就发生在某一些在做饮食控制的人身上 他们可能正到因为血糖不稳定 又没有常常吃饱的关系 就会很容易发怒 所以我常都说 其实在减脂过程中 怎么把自己真正细胞层次去喂饱 很重要 因为当你的身体真正被喂饱 你的肠道感觉到他完全得到他需要的营养的时候 他就传达给你的大脑说 你现在是一个非常身体安适的状态 很平和的状态 你没有任何深层的威胁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情绪什么都是稳定的 那像这样你就是等于说 从一开始旁边的人都冷嘲热讽嘛 然后都一路不看好 那到后来什么时候他们就 有改变他们的看法跟声音吗 有一派的人会跟我讲说 你太辛苦了 那你刚刚讲那个健身教练什么 他们有转变他们的看法 因为他们就看到你的身体组成实实在在 就是全部都下来了嘛 就之前你可能多年少吃多动办不到的事情 的确两个月努力办到 他们有没有好奇的在问你或什么的 他们有好奇的是他们说 那看你以后毕业以后会不会再复胖 我说我一样是执行给你们看 你之前上个月就毕业了 那你毕业之后去测试的结果你觉得怎么样 我跟你讲我这个月就是能聚餐的能吃的 我就从头聚到尾 我是从第一套然后吃到水果 我原来甜点不吃的 我连那个起司蛋糕也给他吃两块 然后回家就是0.5 隔一天以后一样回到原来的体重 我今天来做访的时候 我昨天还是一个下午茶的时间 就我一样是从地道吃到最好 吃到最后一道 对 OK 所以你有感觉到体质是确实在改变这种事情吗 没错 OK喔 我跟我们会计一起分享说 欸你看我吃了这么多 你们吃的东西我吃了一大堆我也吃这么多了啊 我的体重就是0.5 那隔天又回来原来的地方啊 他说哇好神奇喔 我说对那神奇不是我是那个王医师 我觉得真的试过够多减肥法或饮食法的人 他们越会在这次的减肥 就释迦拉的过程中发现跟以前的不一样 因为如果像我自己也试过很多减肥法 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全部都试过 我还试过更多的 我什么极端都试过 但就真的是很容易正常吃 或是一大吃一乱吃一放松吃 那个体重就很难再回得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饮食法给有学院们 一个很大的安全感 就是你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体质 去控制在手中 掌握在手中 那个能够掌握自己的感觉 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的 你这样执行以来 有没有想要跟我们的学员们 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心法 因为你真的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尤其是新的层面我觉得很强大 这是我们很多学员 其实都不一定会拥有的 我觉得要相信啦 因为医师的这一套饮食 他是自己研发 而且也很认真在做这些东西 你只要相信王医师的这一套饮食 你都可以像我这样很有自信的 穿回很贴身的衣服 包括我在健身房的衣服 我都敢穿出去登山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 那个身材怎么变成这样子 我就很感受自己 而且我觉得你要改变你的想法 你以前可能一直在走那些路 然后喝那些什么东西的人 或者是什么埋线埋针的那些人 你要相信王医师这套的饮食 即使你去旅行 现在整个台湾的便利操商 你都可以买到很多的沙拉 真的真的 很多可以吃的东西 那你即使待闷烧罐 他可以把豆腐丢进去 把菜丢进去 或是金针菇丢进去 你就很好吃 你的旅游都不受控制的 真的 一下子我要来采访你 要怎么在跑赛道比赛 或是去爬大山的时候 怎么去准备自己的饮食 对 好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那个慧珍来跟我们分享 她自己吃加拉的过程 那以后未来我们有更多就是学员 他们就是如果很乐意给我们振上回馈 我们都可以就是录像这样一集 给我们的学员分享 希望大家在4加2R路上 都可以更加顺利的走向健康哦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王医师